接着我们来看这一题 它说根据器官的演化来源来判断 它说谁互为同源构造 那聪明的你来第一个 海狗跟鲸鱼的游泳之 它们的前臂去分析骨头组成会非常类似 所以它们可能会是同源的构造 再来猫的爪以及蜥蜴的爪 它们的前肢一只 我们哺乳类的前肢 基本上祖先都来自于爬虫类的前肢 这是课本就有的叙述嘛 所以也是对的哦 然后再来 饼蜻蜓的翅膀跟石果蝙蝠的飞魔 它们两个是大相径庭的两个种类 但却发展出了类似的构造 这叫做同工器官 这没办法去辨别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 所以它叫同工构造 并不叫同源构造 再来叮蝴蝶的吸食口气 跟蚊子的吸血口气 它们也是一个同源的例子 所以这一题如果叫你选说 同源是谁的话 答案应该选甲乙丁 所以也就是我们的C选项 作为正确的解答